嗨 今天我要跟你们说的是怎么样用这个CountIfFunction CountIfFunction 这些你说这边是有一堆的Username Username 这里可以有几个 这是它的Password 我要知道到底这个Covid这个Username 它存在在我们的Delletbase吗 我可以用这一个简单的ExcelFunction 叫做CountIf CountIf 选择这个Range B3-B4 这一段词词 然后呢 来看一下 你叫Excel帮我找 到底在这个蓝色这部分呢 有没有Covid这个字 如果有的话跟我讲有几个 所以这里说是有一个 这就代表CountIf了 OK 然后呢 如果我要找 我要再明确一点 我要知道是不是唯一一个 我可以在后面再加一个EqualE 那它就会跟你说 这是对的True True 或者是说 对的意思 OK 这就是CountIf 然后 接下来呢 我们也可以用Excel VBA这样子 写它的那个程式 所以我用一个Sub 然后写下 用CountIf Example 这个呢 你也是可以写成你的汉语拼音的 这是不重要的 然后 接下来呢 我们要写的就是要用 WordSheet Function 这个东西 然后你按Dot 它就会出现 所有Excel的Function 在在普通Excel里面可以找到的Excel Function 它都会出现在 那我们用CountIf 然后呢 这是Range B3到B4 这个我也是这样写 不过我要写的 我要加上这个Range这个字 B3到B4 然后呢 再COME RANGE E3 都要放这个Range 这边也是要放个Range 然后再COME RANGE EQUAL 1 OK 接下来 我Enter呢 可能 没问题啊 如果这样子呢 我在Enter 就会出现问题 因为这个CountIf 它是会 Return 它会是给我一个Value的 所以我们必须把它储藏起来 或者是跟其他的Value去对比 去比较一下 所以我看是不是等于Ex呢 或是等于Ex呢 我要做些事情 所以我现在用的就是IF Function IF 在后面写个THEN 然后接下来放AND IF 所以在这边呢 我就写一个 我要跟人说 有找到了这个东西 就有个叫做User Assist 你可以写中文字啊 我还没有试过 不过我要试看是不是可以编中文字 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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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可以啊 原来不可以在 VBA 里面写中文字啊 这样子的话 就 我们看可不可以在这里写 在这里写啊 用户 找到 存在 知文存在 OK 所以这是在 B7 所以我就看 我可以用 我可以在打在这个Range 啊 B6 的Value OK so 就是这样子 然后我就可以啊 按一按一个 按一个 按一个 这个字 就是 哦 也是不可以 这基本上 Excel VBA 是不支持中文字的 所以我们只能写英文字 User Assist OK User Assist 如果你打汉语评语字也可以啦 OK 所以我们按一按 就会发现啊 我所给的 他是在找 他是在找这个 在这个群里面找到 找有没有存在这个 所以等一的话 他就跟你说 User Assist 如果找不到呢 我就要放个 Else 这里呢 就找 Message Box 啊 Does Not Assist OK 就是这样子 我们就找到了 就可以用到 Count If 在这里也是 也是学到 只能用最简单的 If Else and If 这个程式 OK 希望这个 视频可以帮助到你 谢谢 ** ** Practice ** онч